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和中正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共同主办的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股东来了在北京举行决赛 与热情更高 就是说它会激发更多更广泛的投资人积极参与到我们股东来 第三来讲呢也应该说是我们社会的影响力 半句说我们通过这种新的媒体也好 通过我们这种融合的媒体也好 深入到千家万福 严庆林表示 开展投资者教育和权益保护普及工作非常重要 中国有1.5亿投资者影响上亿家庭 增强投资者维护权益的意识 增强投资者的抗风险能力 就是增强了资本市场健康成熟的发展 投资者哪一天他非常理性的对风险成熟力也好 风险的偏好 他完全能够自己判断 那中国的资本市场我们就走向彻底的成熟